又到了枇杷的产季 很多人都品尝过 但是对于这个娇嫩水果的生长地 却鲜少有机会可以走入 太平区农会就推出一系列的活动 来推广这项当季农产 率先登场的有枇杷咖啡巴士 更首次开放果树任养以及柴果体验 让民众有机会摘采珍贵的枇杷果 品尝最新鲜的滋味 活动从24号开跑 想要参加的民众可得把握机会 3 2 1 请接牌 众人拉开红布条 一整面3D彩绘正式向众人亮相 这处位在旧非洲鱷鱼场的围墙上 不仅彩绘了台湾蓝雀 还有投遍坑最重要的农特产琵琶 利用喷花的方式呈现3D风格 走到这里不仅是进入黄金国的产地 也成为民众拍照打卡的新亮点 需要琵琶可以拿着这样 拍好像是采摘琵琶的乐趣 然后在动物方面就是我们设计需要更贴近动物去拍 因为真实动物可能比较小只 然后我们故意画得比较大 这样拍起来会更有动物生动的感觉 然后也可以说融入背景是投遍坑的漂亮的森林 琵琶墙的一个彩绘啦 他们的彩绘也可以带动我们地方上的另外一个卖点 因为它是3D彩绘 因为里面它有意向到我们的琵琶也好 还有我们的蓝雀都是我们的以前我们的四鸟 我们的线鸟 我们希望说来到我们投遍坑这个地方 就可以知道这里都是我们的产区到了 琵琶熟了能会邀请大家到投遍坑来品尝 不仅推出琵琶咖啡巴士 更首次开放民众体验柴果以及韧养果树 从套袋中敲琵琶再轻轻的解开套袋 金黄色的果实让人食指大动 这次准备了30棵果树供民众韧养 体验照顾琵琶果树的乐趣 今年他们就有带他们到我到琵琶园里面去柴果 跟果树韧养这是以前不敢的啦 因为琵琶他们在种种植真的非常辛苦 稍微不小心可能会造成琵琶果的一个损害 所以这次他们为了给大家一个更深入的理由 更为了解我们农民他们在种植琵琶的过程 今年的琵琶节在琵琶巴士开始启动以后 我们也是启动了我们太平系列的这一个琵琶节的活动 我想我们这次的琵琶节活动在3月25号 在我们太平运动场有办一个黑琵琶琶GO的一个园游会 那这个园游会用大布翁的游戏然后串联整个活动 慢慢剥开外皮咬下一口果肉酸甜滋味令人爱不失手 连续举办15年的太平琵琶节 结合休闲农业的体验游城 让民众在品尝琵琶之外 也能够深入了解琵琶的产地及生长 活动从3月24日一直持续到4月8日 名额有限想要参加的民众可得把握机会 借成章台中采访报道